主料,酸奶200克,主料,白兰花200克,西红柿1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白兰花和西红柿起进去皮切成粒,把酸奶倒在切好的水果粒上,把酸奶和水果混合搅拌一下,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即可,烹饭技巧,酸奶要冷藏用完剩余的,要及时放回冰箱, 尽管酸奶和水果都属于减肥的食品,也不宜一次食用过多,特别是不要控制食用花奶,用意产生微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